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符合你哨子面的要求吃成黄绿新篮子配色 但是尤其喜欢的是你那个篮子 就是成蔬菜的那个篮子 这是很罕见的 其实这个话题在我耳朵里老听到有人这样说 因为我那个篮子就是我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老是拎着的一个篮子 听这个赞美这个篮子的话已经好多好多了 几乎这个菜市场的人都知道我有这一只篮子 我今早上去老书家粮油店 我的粮油米面都是在他家买汉中人 他也收起过这个篮子 他说你这个篮子好 我的这个胡卡 他是一漆漆在看 他说很少在网上看东西 但是这个他是漆漆都看 看到了这个篮子 今天第一次见到食物 他有感慨 我说那为什么呢 这篮子有什么好的呢 哎 老就愣那了 半天没直上升来 旁边还做几个老哥们啊 经常来买菜 就做他的抽脂烟啊 歇歇脚 这老哥们也都愣那了 我要问什么呢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今天的话题 这个篮子显然是针对的是塑料袋 它是反塑料袋的 反塑料袋在制度管理上 又叫做禁塑 甚至称为一种运动 就是禁止塑料袋 简称禁塑 这个文件实际上是在中国呢 是2008年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正好和29届北京奥运会同一年 这个通知的名字大意是记不全啊 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 2008年那年的1月1号 接着呢 在6月1号就是半年啊 这个通知限制已经被改为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塑料购物袋 是这样一个文件啊 当时这个文件影响还是很大的 因为人人都要买东西 顺手就拎一个塑料袋啊 商家就给你装一个塑料袋 大的小的都给你套一个袋 红的绿的 尤其是大型的这个农贸市场 超市百贸商场 都自发的制定了 就是印制了自己的专用的塑料袋 因为改用有偿使用塑料袋 这个东西对商家不是一个损失啊 所以有实力的大厂家呢 从长远考虑就开始纷纷开始制造自己家专用的这个塑料袋 而且呢 给上班印上自己的商场的名字 logo等等 还是一种绝佳的宣传用品 它可以被人们拎着满街走 宣传你们的超市 何乐而不为 这是针对了大型的有实力的商场 正规的商场 但是农贸市场呢 街边小摊呢 他不可能自己去制造一个这个袋子吧 所以这个命令就在这个缝隙中啊 残存了下来 直到今天 我只看到在这期间啊 有一个吉林省 吉林省全省严禁 就是禁止使用塑料袋 这是在2020年 也就是说08年以后12年 在2020年 吉林省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发布了一个严禁使用塑料袋的时候 购物袋的这个 这个也又轰动了全国啊 因为全国第一个禁止使用塑料袋的一个省份啊 当然了我不知道这个实施的怎么样 吉林的朋友可以给我留言啊 总之这个禁塑的这个事情啊 是一个败笔 极其的不成功 到现在已经15年了 满大街塑料袋是越用越凤凰了 这大概有目共睹 不用我再说 记得我那年就是 毛巫苏沙漠里边那个二楼村那个水污染被淹的这个事啊 我曾经寻找这个谁 凤凰卫视的呂修罗威协助我把这个消息发出去 凤凰卫视非常认真的做了这个调研 但是呢 正好他们这条消息和他们正在拍摄的一个在青海 所以这在新闻上啊 就 除非你有综合报道 但是那个已经在做 即将就有播出 撞车了 所以出于新闻的考虑啊 运筹学的考虑 他们只能放弃陕西二楼村这件事儿了 就毛巫苏沙漠里的这件事儿了 但是呢 吕秋呢 非常认真 他给我推荐央视 央视叫王小飞吗 王小飞 当时新闻调查 这个节目组 我就和央视节目组联系了 我说 这消息能不能在你们这儿发呢 王小飞当即告诉我 非常遗憾 又是一个遗憾 我们一年啊 拍摄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新闻调查 这个素材啊 足够有七八百条 近千条 但是能播出去的也就是一天一条 我们这个要挤上这个播出的对我何其之难啊 我们最近集中力量正在做的是另外一件事儿 我说什么事儿呢 他说就具有降解作用的缩了饭格 他大概讲了一下啊 这个新闻呢 实际上他们已经在半年前就派好了 只是没捡出来 现在正好配合那个中央啊 突击做这件事儿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提到一时日程 做在当前的这个节目里 当时央视要发这条消息 说你这个消息 即使我们再等一等也不可能在一个月两个月之内啊 就把这个消息 你这个消息发出去 还有很多新的话题啊 都等着再排队啊 我知道没戏 放弃了 但是呢 当时给我脑子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个降解 能够降解不能够降解的这个塑料制品 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由此 我又联想到就在那个前后啊 我不是一直在做这个营销策划吗 一个广告公司啊 我当时正在给廊坊的一家地产公司 在做这个推广广告嘛 我搞的这个叫加德公寓 就在他旁边另外一座楼正在挖地基 那个地基里啊 挖出来那个巨大的土嘎啦 就是基本上是完整的 怪手 直接把那块大石头像一个小房子样子推了出来 立在这个马路边上 他试图来一个吊车 就整块吊走 也省着拿怪手 一爪子一爪子去挖 这个多有效力啊 这就意外的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景观 过往的人都要扫意啊 我也当时特别注意 我把它拍了下来 而且我把这个照片呢 后来投给了一家杂志社举办的这个 环境保护摄影作品展览 获了一个奖 我现在找不着照片了 但是我搜了一些这个相类似的啊 给您看一下 你可以展示大概就这意思 我把这个照片命名为 现代地址文化层 聪明的您肯定听懂了啊 我给它取了个这名 为什么呢 远的文化层我不知道 现代文化层不就是塑料袋吗 因为那块大土卡拉里边啊 一层一层全是塑料袋 大家能想想出来吧 显然这个地方曾经被填过垃圾 最后填了一层土 至少在十年以上 那还能清晰地看到这个塑料袋 一层一层的塑料袋啊 都是我们人类的祸害啊 丝毫没有降解 看了这个以后 等于活生生的掏心挖肺子 从地壳里啊 挖出来了一块活化石 让你看看 我们十几年制造的祸害啊 就是这种结果 这对人类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老周啊 老周这个梁游店的老周啊 看了以后 和那几个老哥们都愣那儿啊 后来我就把这件事给他们也讲了 他们还在那愣着 基本上没什么话对应 不能说这些老哥们文化很高 他们真不知道 怎么该跟我这个 不食人间烟火的家伙对话 我想我要再等一会儿 他们顶着也就说一句 的确污染太严重 这他们可以想到 但是我们该怎么做起呢 无奈的抛下一句 从我做起 我觉得我这是人民日报社论 我是在时时刻刻 随时随地在灌输 公民责任感 这种意识 我家里挂的这个 轰银社会的灯 挂了六年没有熄灯啊 有人就说你这是自娱自乐 关于篮子这事啊 就是我的实际行动 我今天特别把我这个篮子又拎上 到了菜市场 现场请这个卖菜的姑娘啊 亲自给我拍了一段视频啊 这就实际操作 一个女性啊 一个年轻女性 她说这篮子很好 我说你给我说 有哪点不错 她说这个很好看很别致 豆腐放进去 这个菜啊也不至于揉了 或者怎么的啊 我听出来了 她和那个卖菜那小姐一致承担这些篮子很别致很漂亮 多有点美学色彩 美学需求 我说再没什么好处了 她没有反应 实际上我拎着这篮子在这条街上走了个无数回啊 大家最多的反应都是怀旧 老年人说当年我们都是用这种篮子 哎你这篮子哪买的 我说在 哎毛宝 哎一说 多少钱 我说三十多 带有怀旧心态的这些大爷大妈们一听说 哦 哎太贵了 我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大家已经对这个竞速哦 把这个篮子和竞速联系不到一起了 看到的 顶多是从美学的角度说别致呀 或说什么啊 这些它的竞速功能 代替塑料袋的功能 几乎没有人提起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因为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竞速嘛 我今天也就扮演一下这些角色啊 我唯一的资格就是我是公民 我爱我的家园 且不说爱祖国啊爱国啊这种大的口号 我爱我的家园 百姓们的住屋多是自己购买的 对吧 这就是你的家园 公民的基本手则就是爱自己的家 爱自己的亲人 你不爱家不爱亲人 不爱自己的私有财产 你还谈什么爱工呢 爱国家呢 国家那是大工啊 不是常常说的是 不爱国家哪能爱小家呢 舍小家保大家 这都是悖论 你连自己的家都不保了 你还保什么国家呢 可是我们多年来 就受着这种教育 糊涂啊 所以我今天谈这个垃圾的处理啊 就是个门外汉 唯一点资格就是我是公民 据我的学习啊 目前世界上处理的方法 无外乎三种 卫生填埋 填埋嘛 这个肯定是占地 地是资源啊 国土资源啊 它要占地 而且占地相当之大啊 还有堆肥 高温堆肥 这个显然是在利用 但是它只能是有机物去堆肥 而它还得占地 处理过以后 它还有残余 残渣 还得填埋 还是个占地 第三种方法 就是焚烧 焚烧垃圾 焚烧垃圾啊 可能是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方法了 我给大家念一段啊 因为这里边牵涉到一些化学 这个原理 焚烧的实质 是将垃圾在高温 及供养充足的条件下 氧化成多性气体 和无机的不可燃物 以形成稳定的固态残渣 首先将垃圾放在焚烧炉中啊 进行燃烧 释放出热能 然后一热回收 可供热或者发电 烟气净化处理后呢 可以排出 少量的剩余残渣 排出填埋或做其他的用途 你瞧它这个还是有少量的这个 剩余的这个残渣啊 是无法焚烧的 它还是要占有一定的地位 的位置去填埋 但是它至少 处理了这个有害气体 经过高温燃烧以后呢 转化为一种惰性气体 惰性气体 惰性气体是什么呢 我查了一下啊 无非就是这么几个字啊 照例是上面都带个气子 气子底下有 河 乃 亚 克 山 清 六种 六种惰性气体 对人类没有什么损害 而活泛的气体啊 那些有机物啊 就像人体排泄物啊 食品啊 动物尸体啊 这些有机的 可以呕肥的啊 可以处理的啊 这种东西啊 它的燃烧啊 就会产生对人类大气污染的这种效果 我查了一下资料 目前世界上最佳的垃圾处理方法就是焚烧 焚烧利用余热还可以发电吗 它的剩余残渣也是非常之小 即使占用填埋面积啊 填埋土地啊 也是非常 那就非常少了啊 我就想起在前几年大概是15年吧16年 还是哪一年啊 白鹿园 西安有个白鹿园 这个大家都知道 陈忠师的小说 就写的白鹿园 白鹿园上发生的故事啊 当时这个白鹿园呢 在西安的东部是一个高出去一个坎儿 它不是山 它高起来以后呢 一马平川 上面是一马平川 所以就好像是这个城市一个台阶 上了一个台阶 你想想这个台阶 对城市来说多么有益啊 它离西安市 就和紧挨着西安市啊 它不像现在的机场在飞机场在咸阳 还得走一个小时的车程 当时呢 飞机场就决定建立在这个 白鹿园机场上 它紧挨着城市 但是呢 它那个海拔高度又远远高于西安市 无论从飞机的起降 和人烟的吸收度 因为园上住的人很少 白鹿园嘛 在那个电影上演的 就是个农村嘛 在这一大片地上建立一个机场 飞机的起降 机安全 噪音又不影响这个城市 离城市呢 也就是地铁现在已经通到白鹿园底下了 那多方便呢 不行 集体抗议 最终呢 机场建设到了什么地方呢 浅阳 离现在很远很远 在这之前呢 当然西安的机场也不可取 它就在西门外 就在城市里 经常有飞机降落的时候 从西安市城区横空而过 那个飞机的大肚子 机构擦着装楼尖 呼 就降了下来 而且在六雷年 还撞毁了一个西郊的一个 一个名房的一个楼角 而那个机场就是当年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西安事变 从离开西安的那个机场 周恩来不是追到了这个机场 说哎呀 这不是父亲请罪吗 我们来晚了 就那机场 机场这事说远了啊 机场 百肉员的老百姓 反对建机场 没建 后来呢 在15年16年啊 政府又准备在这建 垃圾焚烧厂 哇 西安市当时掀起了一个运动 游行的 示威的 百姓都上街啊 那是折腾了一段时间 说老实话 我那时候也行动起来了 我没有参与这个 老百姓的示威游行啊 我是在调查 这件事对老百姓 到底有益还是无益 有害还是无害 调查的结果 和百姓的愿望大相近天 那绝对是有益 百姓的一件好事 他静悄悄的就处理了 就焚烧了垃圾 没有任何气体污染 对土地 对当地百姓的土地啊 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这个污染 噪音更没有 而且呢 做一种交换嘛 带来秋夜机会啊 百姓们生生的就放弃了这个机会 而且义愤填硬的上了街 实为游行 这个 也没建成 白鹿园还是青山绿水 丧失了两次商业机会 现在上面就是一个 拍白鹿园留下的一个影视城 青黄布街 没人去看 因为上面已经有一个垃圾填埋场 西安市有那么 北京我记得有20多座 当年我调查过29座 西安市也有肯定也有无数座 白鹿园垃圾填埋场就是原有的啊 原来就有的 已经近30年了40年了 在一个大一条大沟里啊 他计划填埋好像是50年 我当时在调查我有印象啊 为了调查这件事去拍摄 已经填埋了30年 已经提前填埋了 现代人生产垃圾够猛的啊 这就是我拍的那个现场的状况 你瞧瞧 这景象多么惊人呐 您看那个垃圾填埋场里边啊 这个相当于四个足球场这么大的一个鼓地啊 里边打眼看去啊 基本上全是红红绿绿的 彩色塑料袋 它是铺一层大概一两米厚 然后盖一层那个盖一层那个覆盖一层膜 膜上面再开始再放一两米厚的这个垃圾 然后再附一层膜 这些红红绿绿的这个垃圾袋啊 就永远的被寸留在这个地下 它永远不会化解 这就是填埋的健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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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糖尿的健壮啊 然后再挣一个 Whip 它说我是透牌的 因为学生的因为学生的 现场被一个企业管理,他用这个去制造什么都,我搞不清楚啊,我只好去偷拍,这是我偷拍的景象。 垃圾的镜头拍到了,他是这样在处理垃圾,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填埋嘛,就我们刚说的三种方法的其中的第二,填埋垃圾。 它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刚才说了,占了这个土地,就算你不稀罕这段土地啊,白鹿园土地多了,但是呢,结果是什么呢? 刚才不是说这个白鹿园是一个坎吗?坎这个半坡,这个坎这个位置啊,有一相当的面积,就是当年的纺织城,苏联人协助建设的一个六个纺织厂和一个应燃厂,以及一系列配套工程啊。 现在当然已经改制了,但是留下了大量的当年的工厂,退休人员和居民,人口我估计,咱们也在五六十万以上吧。 就整个一个纺织城啊,西安市人把这叫纺织城,整个一个纺织城啊,就在这个白鹿园这个坎上。 当你走得越接近这个上这个坎,这段它是盘山,像盘山路一样的啊,这样路,你走的时候就发现路边流着水,臭气勋天。 老眼老眼就闻见,整个这个城市就弥漫着这种味儿啊,也许我去的时候不是这个时候,夏天是大热天,园上边就是那个大沟,买垃圾大沟,那个地下啊。 未能处理干净的那个,就是呕肥一样的,呕出来的那种水,就从这个洁庙啊,就渗了出来。 这土地全臭了,城市里全是臭的,这是多大的灾难啊。 在结束的时候,大家看一看我拍的这段片子啊,我想对大家说的是,我经常拎着这个篮子,还是不是那个怀旧的一个老头呢,拎着这个篮子去买菜。 另外,两点,一个是积极的尽速的带用品,这是第一。第二点,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这两点都靠上了。 关于公民的话题啊,我有机会再给大家讲。今天呢,不是直播带货啊,但是呢,我想有必要带在这个,这篮子也不值钱,我的佣金也就是一毛钱,而且专职在B站上可以带货。 我没在快手呀,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平台上去做,或者,您到各个宝上去搜,搜什么关键字呢? 菜篮子,一定要加一个竹编,菜篮子竹编,就一定是我今天退出的这个篮子。大家去买,好吗?让我们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好吗?再见。